644集 上万只海兽 墨田哥的脸色有些发白 如果上万只海兽一涌而上 就算没有巴结妖羞也够呛 更何况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附近就有巴结妖羞出没 快走 飞飞在后头喝道 有可能是海兽出来觅食 也有可能是妖羞大陆的妖兽 被妖羞驱赶 水里是待不得了 走 联系道军当机起身 躲到岸上去 找机会会合 田哥没有迟疑 激发传音符 而后快速换过截着连兽 装进连兽镯 往最近的小岛击舍而去 另外两个小队显然比他更早发现 在他发出传音符之时 已经先后收到秦夕和锦行指的传音 都是言简意该表达的一个意思 南边有众多海兽 素素多好 当他们踏上小岛的时候 神石已经发现了众多海兽的踪迹 三人默默吭声 寻了个山洞 墨天哥迅速拿出正法布后 收敛气息 残身其中 这些海兽越来越近 温温之声不绝于耳 墨天哥默默用神石计算 小凡说的没错 少说也有上万只 最低的三四阶 高的八阶 九阶 十阶 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聚在一起觅食 应该不可能吧 或者是要修大陆 仿佛千军万马 从头上踏过 地面在震动 海浪在翻滚 他们三人都不是见识浅薄的低阶修士 但这样的动静 仍然令他们面色发白 海兽潮水一样 从上面涌过去 似乎没有多注意他们 三个人心情略微放松 但下一刻 一名八阶要修 在他们头顶天下 然后是两名九阶 他们屏住呼吸 心口悬着大石 呼的感觉到 其中一名要修出手了 三人连话都来不及说 快速从山洞中闪了出去 轰一声巨响 他们藏身的山洞 被击得粉碎 一出山洞 头顶 黑压压的 全是会飞的海兽 墨天哥心已沉 一按灵兽拙 把灵兽全部放出来 躲不了了 干活吧 这么多 小伙 惊讶地叫了起来 心虚的厉害 他从小到大 动手的机会 实在是少 墨天哥天地闪一灰 一道雷光 将靠近的六七街妖兽 积得粉碎 沉身倒 这么多也没办法 既然躲不了 那就只能杀出一条血路 他抬起头 看看不远处 越举越多的妖羞 这些妖羞 几乎都以本体存在 目光充满敌意 人偶悄无声息地放了出来 墨天哥像其他俩人一打眼色 快速向前冲了过去 让妖羞们有时间反应过来 那绝不是好主意 围巾之际 越快冲出重围越好 只要跟另外两拨人会合 生存的可能性 就会大大增加 看到他们冲过来 这些妖羞 有的厌恶 有的却兴奋 队形略不一变 做出迎敌的姿态 居然是会集体作战的妖羞 聂物商的魔云 最先准备好 他仍然有着 作为武修的习惯 拳头重重击出 魔云快速地 向妖羞们吸取 与此同时 灵溪道军手一挥 无数的绿色 在空中闪现 铺成一张清脆的大网 这张大网会集 陡然化成一株 参天古墓 带着萧然的古意 欲如尽的生机 面对他们的率先出手 这些妖羞 免正以待 分别以重敌意 将之抵挡下来 穆天歌看到其中一名妖羞 石阶修尾 至今未曾出手 只是在旁冷冷地看着 其他的妖羞 都是本体 唯有它 是化形后的模样 这黑兽的外形 看着十分的熟悉 等看到对方背后 没有消去的双翼 墨天歌一个机灵 失声道 是你 黑兽妖羞的目光 定在他身上 目光阴狠的眼睛 眯了眯 原来是你 当年一别 想不到还能见面 不太熟悉的人类语言 带着古怪的掐条 赫然是一起逃出 龟须海仙宫的 黑色妖羞 龟须海仙宫奔塌时 有黑白青三只妖羞 一同逃出 墨天歌与杨成姬 引发了解音天结 他们是化形天结 天结过后 风雨交加 天地一变 杨成姬从海中顿走 墨天歌与秦夕 仅行指三人 前往圆州 三只妖羞 却不见踪影 原来已经成了 海中妖羞的首领 听到他们的喊话 聂无双和联西道军 有些轻易地看着他们 聂无双传音 天歌 你怎么会认识妖羞 墨天歌向他摆摆手 示意晚点再说 他扬声道 原来是老黑道友 当年 龟须海一别 道友逃出身天 真是可喜可贺 黑手要求 黑黑一笑道 这还要感谢道友啊 如果不是你们 我等一辈子都要被困在寒冰宫中 哪能离开 哪有今日的风光 不敢 机缘巧合罢了 墨天歌略为一顿 又扬声闻 敢问老黑道友 你们这是作甚 黑手要求望着他 口气十分淡漠 直跑不便与道友知晓 拒绝生硬 目光阴狠 大友一言不合 随时动手的意思 墨天歌却不想立刻与他们动手 这么多要求 累死自己吗 说的也是 要求之事 我们知道也是无用 黑手要求文言 瞇了瞇眼 这里是要求的地盘 你等来到此地 有何贵干 墨天歌顿了一下 道友似言诧异 大海固然是 尼等海兽的栖息地 可岛中 亦有人类居住 怎么就是 要求的地盘了呢 哼 黑手要求 语气很差地说 你们这些人类 来到海上 不就是为了猎兽吗 巧舌如簧 还不是改变不了 这个事实 哼 墨天歌也冷哼一声 你们要求什么时候 对人类亲切友善了 还不是时不时地 驱使低阶妖兽 利用临着未开的他们 抢夺人类的丹药法宝 铺就自己的化形之路 你 斗嘴实在不是妖羞的场响 不过一句话 这黑兽妖羞就哑口无言了 他想说 他是在龟须海鲜宫中化形的 可这么一说 好像承认了他这句话死的 将这名为老黑的妖羞 气势丫头 墨天歌正想说什么 缓和一下局面 以求共存 呼的远处 传来惊天动地的一击 却是另外四个人 已经跟妖羞交上手了 老黑扭头一看 顿时怒气冲冲 喝到 把他们灭了 是 他身旁的妖羞们 齐声相应 摩拳擦掌 就要扑上前来 墨天歌在心中暗暗叫苦 却无可奈何 低喝一声 上吧 三个人 三只灵兽 外加一只人偶 勉强 三十七个原因修饰 至于石头 已经被墨天歌忽略了 石头固然法术不入 但他毕竟还没划行 甚至有可能永远也不会划行 想要伤到这些妖羞 那是不可能的 而对方 老黑下了商令之后 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 毫不留恋地 带着几名妖羞离开 周围奔腾而过的低阶海兽 也没有留下的打算 视他们如无物般的 向前飞奔 留下十几名妖羞 与他们 剑拔弩杖的对峙 猎物商首先出手了 他从武修到魔修 将两者合二为一 战斗风格 直接而猛烈 周身魔云颜色 越来越重 仿佛低沫一般 沿着妖羞 就冲了出去 每一拳击出都带着烈士开山的力量 以及诡异的腐蚀之心 冲在前面的几名妖羞 猝不及防 被他击个正着 如断线的风筝 遥遥飞了出去 见此一幕 原来不怎么把他们看在眼里的妖羞 有些紧张起来 同时飞出两位九戒 一位八戒 一羽围住猎物商 墨天歌冷恨 天地闪一挥 嗷呼一声 青龙献身 叩吐惊雷 向其中一名九戒妖羞扑举 将他远远甩离猎物商 青龙的出现 令妖羞大惊 神君 这是神君的气息 众妖羞恍然 这个人类 怎么会有神君的气息 神君 已经在人界绝迹了呀 莫非 真像须敏海那些麒麟说的那样 神君的后裔现世了 可这个 跟人类修饰 有什么关系 还是说 他的法宝 是杀了神君才 他们还没想出个究竟 忽见小岛周围的海水 沸腾起来 往对面涌去 小凡此时是化型后的模样 面容平淡的少年 青灰色一山 在剧烈的海风中 烈烈作响 乍看并不起眼 稍加注意 才会发现 他全身上下 充斥着一种 浩瀚神圣的灵气 使得他整个人 如最纯净的水一般透明 干净的 没有任何杂质 他双眼紧闭 双掌合拢 掐着手绝 一团水蓝色 纯净无比的灵气 在他指尖出现 渐渐壮大 随着这团灵气的出现 周围的海浪 仿佛被一种 神秘的力量控制了 他们之中 水鼠的要修 也不能够 层中汲取到灵气 等到灵气 增长到一定程度 他睁开眼 平平无奇的一指 一个龟蛇合体的影子 陡然出现 冷漠的看了众多 妖修一眼 海水岔时掀起一个 高达百丈的巨浪 向他们拍了下来 哗啦 巨大的力量冲刷下来 大部分妖修 因震惊而忘了动态 被冲得东倒西歪 但小凡毕竟进阶未久 召唤出的玄武虚影 并不是很强大 又被众多妖修平摊 仅仅只是让他们难受了一会儿 只是玄武虚影的出现 让这些妖修疯狂了 玄武神君 那是玄武神君 又妖修大声喊道 这就惊讶了 菲菲哼了一声 献出本体 他是几只灵兽中 最早得到神兽之息的 而且得到的 还是灵兽本体 刻意释放下 全身鼓荡的白虎之息 浓烈无比 菲菲笼罩在金光中 刹那间 一个白虎虚影降下 与他的本体重叠了起来 一声断鹤 白虎虚影越来越清晰 白虎之息也越来越浓烈 突然 他向前飞奔 四足平踏 在空中留下一连串白虎脚印 白虎虚影再生 菲菲如铜头铁壁 毫不客气的一路撞过去 修为稍微低一些的要修 都被他撞飞 他虽然醉着近身霸解 霸解后 实力却增长得最快 而此时 小火也献出本体 朱雀之焰 喷涌而出 缭绕烧去 相比小凡和菲菲 直接得到神兽之息 小火要弱一些 因为他的朱雀之息 得自小风 而且自身又非凤凰厚衣 血脉进化 就不像小风那么彻底 但他有他的优势 他在徐天静 活得最久 食用的灵草最多 身体最为强韧 食用的灵草